中华英才网 中华英才网更快更准找工作 上班去了 枪枪三人行 大家好 文道啊 这个王璇女士啊 专程赶到我们这里来 昨天的节目里慷慨陈词 这个是我们日军 清华日军细军 中国受害者的原告团的团长 这官司打了十几年 但是现在被日本最高法院还是驳回了 我想知道 我看到一些介绍啊 有的时候在日本跟他们打官司 整个法庭上只有你一个中国人 大多数的时候我一个中国人 所以昨天也讲了 就是说 不要只是在发表一些言论 那是很容易做到的 能做一些实在的 实实在在的事情 这方面文道好像也挺有感触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 我举个例子啊 就去年的时候 去年前年不是一些反日的情绪很亢奋吗 就网上很多这种言论 我就有机会呢就跟一帮年轻人他们也是很激动的 就跟他们谈起的事 我就说你其实呢 你在网上你去骂日本人啊 或者是偶尔出来游戏一下 那是很省事的 所以有些事呢 是要实际要做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 像广州啊 就当年孙力仁将军 从印度缅甸那边打回来 带那个新义军 孙力仁将军他有个习惯 他去到哪 他就盖坟墓盖到什么地方 然后他后来回到广州凯旋了之后呢 他就说呢 他当年答应 他那帮子弟兵就说 我带多少人出去 带多少人回来 不管生的还死的 所以到了广州之后 他要弄一个公墓 表示你们都回来了 然后呢 有的就找不到海谷的 就建一个纪念碑 规模挺大的在广州 那么孙将军还特别的科学啊 还坐飞机 先调查三趟 找一个理想的地点 那那个墓修起来了 他写了一个碑啊 那个碑啊 那个碑文真的是很感人 他的那个文笔写的真的是很感人 结果那个东西现在变成什么呢 就首先是个菜市场 然后呢 有一个粮亭 那个纪念亭上面呢 就全都是堆的垃圾 一堆臭水 然后有个塔楼呢 就变了公厕 后来呢 有人发觉到这个 就骂了一通之后呢 那么总算那个公厕 是这个公共厕所啊 是拆了 但基本上还是个菜市场 我就说你看这个东西啊 就是我们自己在中国土地上 你实际可以做的 你说去这些抗日烈士的一个公墓 我们是不是应该还原它 是不是应该起码还原它 不要让它沦落变成一个又脏又臭又乱的菜市场 对不对 我说我们在骂日本人无耻怎么样 但你这个事就是可以明明自己家的事就能做的事 对不对 骂人容易 骂人容易 实实在在的工作 这可就艰难了 骂人的资格也不是永远的 如果你自己该做的事情不做好的话 那你骂你你你这个资格会失去的 对没错 像你在在日本 比如索赔 这玩意儿得通过结结实实的证据去说话吗 你这就涉及到一个就是对历史的态度和思考方式的问题 你觉得在这方面呢 你看你对日本也很了解 你觉得日本和中国有什么不同 日本人就是 日本人做事情就是很仔细的 一般来讲比中国人仔细 我跟你举一个生活中的很小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在中国人里头呢 做事情算是很比较仔细的 因为中国人都说我仔细 然后呢我也是比较能干的 但是呢我在日本 我承认我跟日本任何女的 比如说复印一张报纸的文章 就是我那个律师 我们的日本的律师 有个事务所 她的老婆 她的妻子在事务所工作 她就要比我复印的好 怎么弄我也弄不过她 然后呢有一次 复印怎么复印的 复印都 对她就是给你弄得功功整整的啦 一篇文章要复印了 她会边上用白纸都盖起来 就把这一篇文章 然后然后不会一点都不会歪写的 哎呦他那个真是细节上的那种完美苛求 所以我怎么的就是做事情 你总是比他缺一点什么 是是是所以说他就你刚才讲的这种 你说像这种打官司 无论说是这个索赔啊 在这方面好像呃曾经说过是日本的和平人士在起了很大作用 一直在支持你 然后就说现在这个诉讼呈现出老年诉讼的特点 一方面中国的原告老人家去世了不少了 但另一方面好像日本的和平力量也在逐渐的这个削减 但是我到这这个问题我挺奇怪 就是说中国人要日本人承认错误 打官司要索赔 为什么提供很大帮助的是日本人 我因为我假想要是一个换位思考啊 假假想中国是侵略国 那么日本要告中国 咱们有一些中国人帮着日本人打官司 他会在舆论上遭受罕奸了 对何种仇见 这个我挺奇怪 他那些帮助你的日本人 他们是些什么人 对就所有的中国的战争受害者 在日本法庭上法庭打过也好几十起嘛 大家应该记住 知道确实中国的这个你们这个节目的听众都一个了解这一点 这全部都是日本的律师免费打的官司 免费打的官司 而且每一个诉讼 他都有一个组织 一个日本的市民组织支持这个官司 那么这些日本的市民呢 他就等于说 你除了打官司法律的问题以外 比如说要把中国受害者 要原告要请到日本法庭去开庭 那哪来的钱呢 他们要去集资 然后集了资以后 他要让日本的一些日本市民来开庭 坐在那里听 因为毕竟日本人呢 普遍不关心政治 那么就说如果法庭坐不满的话 他就怕呢 就是说受害者的声音呢 被法庭也会忽视 他觉得比如说有些法官 他历史观上他比较右一些 他会觉得反正老百姓都不关心这个事情 所以他为了让更多的日本人关注 他还在应成传单到马路上去发 那这些事情谁来做呢 就是那些支持每一个诉讼的 这些日本的小的 就是和平团体吧 我们称为 市民团体做的事情 哎呦 我看到一个好像老兵 是不是叫松本博的 松本博也坐证过 是吧 说他当年就是731 他保存过六个 1644 1644 他叫1644部队 就参与过这个嘛 参与过这个 然后回到日本之后 跟他母亲一说 他母亲不能原谅 你是罪犯 然后呢 他跟他妻子结婚之前 也跟他妻子坦白 说我有罪 然后就帮着这个 帮着中国人索赔的官司 所以我就觉得刚才 你说他们是特别的有 正义感呢 还是说 他们是为什么这样 我觉得不是说特别正义感 我觉得就是说 应该说老百姓吧 中国人日本人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 大家首先因为日本 有这一场战争 战争中发生那么多的暴行 就觉得日本人都是恶魔 不是这样的 而且在战争这种 非常的条件 我们要看到 就是说 就是说怎么样 日本政府高层 当时建立这么一个 完全非人道的 法西斯的 这个 日本的军队的制度本身 对军人的管理 也是非常不人道的 他怎么样 就是说把人类本身 内藏那个暴力 他给引发出来了 他制造民族仇恨 比如说他在日本的学校教育中 教育说 支那是略的民族 所以 对 所以我们不能 就是说 因为战争中发生这些东西 就认为日本 就是说所有的日本人 就是恶魔一样 那这些日本的和平人士 他们做这个工作 他在日本不受到压力吗 他们也有 想象不得给日本人 八十年代早期的时候 有